現在這題雖然它是機率,不過我覺得它是屬於比較排列組合的機率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這裡有一條線,然後這裡有四個點都在這線上 四個點在線上 二、三、四 但是另外這三個點,另外兩點反正就沒有共線的關係,大概像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想要從裡面選三點 那構成三角形 那六個點任選當然就是C6取3 C6取3就是20 那接下來呢,你要選三點 不能構成三角形 你可以慢慢的去數 我們先慢慢的數,例如說從這個點去配 如果你用這個點出發的話呢 那你就要配幾個 這個點配這個線的 你就可以那個 這個線上要什麼 四個要選兩個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C4取2 就這個點配出去的 那這個點配出去的呢 也是C4取2 但是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是什麼 這裡兩個 配下面四個選一個 C4取1 所以這樣子就變成是 6加6加4 這是16種 所以答案就是變成是 二十分之十六 這是一個做法 那另外一個做法呢 我們可以用 反面法 說怎樣 不能構成三角形 對 不能構成三角形的就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今天那三個點怎樣 都在 都在這個綠色的線上 所以這 不可以的情況呢 就是什麼 就是C4取3 有四種 所以其實 有四種不行 所以這樣子 稍微更快一點點 不過 我覺得 可以抓到上面 就不錯了 對 但是 反正 這種東西都是靠你分析的能力 就是說 你不要只是背一個C6取3 你還可以這樣去分析說 對 三角形可以怎樣連 所以 能跨住這一步 我覺得就很好了